店你要拿到它的代理权 本身资金就不少 那如果你对市场的熟悉度 不是这么高 那么如何做在地化 可是有的时候 在地跟保留原汁原味 中间是一个模糊的地带 你全部在地化了 就没有它原汁原味的味道 原汁原味的味道 可能本地的人又不喜欢 而且牵涉到很多 像行销跟包装的手法 所以很多店最后开不成功 有可能是因为经营上的问题 有可能是行销的问题 但也有可能真的就是口味上 真的对台湾人来讲不适应 那不合适 强根你自己本身就是开店 你那时候应该有去吃过台湾头 那最大的问题来自于鱼的来源 台湾的鱼都养在池塘里 它们整个都是土味 它的汤头是在大陆就做过来 一桶一桶的酱 回台湾对高汤 那完了加上它的鱼什么弄 都处理不掉 离不开那个 操手臂的 其实像很多这个涮羊肉也是 因为台湾取不得那么好的羊肉的条件 那鱼头也是问题 我们刚刚讲烤鸭都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来这次老师说了 味道大家去吃 花钱去吃就是吃 有好吃吗 这个味道会烤 那另外就是刚才 是也有提到是说 可能他们来的这个行销策略的问题 老师你是不是也有一些例子 要来跟我们说一下 对我这边想提一下就是说 最近因为两岸的开通 相信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点 那不只是说大陆的一些厂商 希望能够来到台湾这设点 然后来宝岛这边 然后赚一些台湾人的钱 那相对的我们台湾很多企业 同时也是希望能够吸进到大陆去 那我这边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大家知道说 我们在台湾如果听到 所谓的龙凤食品 我们一般都会想到说 这个就是水饺 可是相对的在一个文化上 就是本土 我们用本土的文化的一个习惯性 那到大陆上之后呢 我们知道都是龙凤食品 它在上海卖的是汤圆 那另外呢 它如果到广州 它是卖包子 所以不同的地区 的确是它不同的文化的一个局限性 所以如果跨到不同的文化 虽然说我们都是一个中国人的市场 那可是相对的在这个 同样的铜纹 或者是同样是同样肤色 可是相对的 他们在饮食上 还是有相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局限性 那其实如果说像是中国 他们的餐饮业者要来台湾 他们在这个行销策略上应该要怎么 因为台湾人看中的 跟那个中国人他们那一边看中的 恐怕就是那种可以打动 不同两岸不同人民的心的那些策略 应该是不一样 对没有错 那我在六月初的时候 我也到了一趟北京 那我当时也慕名去了全聚德一趟 那我觉得我们知道说 在高雄最近准备 全聚德准备在这边开分店 所以我也觉得说 这个对台湾人来讲 那我也知道说 我非常多的朋友 知道有这个消息之后 也都非常的高兴 那对本土的人来讲说 我们都知道说大陆有一些美食 那在美食的行销的部分 最主要的关键 我觉得相信是在于 所谓的一个关系性的行销 因为对于在地人来讲说 他非常想要的就是 这个有 比如说好几百年的一个 一个历史 有一个传承的一个部分 可是对于口味上来讲 事实上我们是不太知道 他们的口味到底原始是怎么样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有我们习惯性的口味 所以对于这个品牌的部分的建立 有能够维护 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像恩文 其实我们常说 这个两岸 两岸现在已经有六十年的时间 在台湾的中国菜 跟在中国的中国菜 是不是其实有很大的差距 其实都有很大的分别 那像我们早期去中国大陆 吃到的那些老的菜 其实现在在中国大陆 也很难去找到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中国大陆最近这几年 因为经济起飞 它其实在饮食方面的转变也很多 当然有一部分是打着 这个很古老的招牌 但是中国大陆最近的餐饮市场 他们在创新部分 做的也很大 那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目前为止 可以说是餐饮方面是百花齐放 就是说你要吃到很便宜 跟很道地很古老的也有 但吃到很贵很创新 很奇怪很新奇的东西 它也有 它的市场上的这个量跟种类 就会比较大一点 最近这几年在变化 但是你可以看到 最近引进到台湾来的这些 大部分都还是一些比较老招牌 或者是已经有一些口碑的 一些连锁店或大型店 那这个部分就有一个 它传统的包袱在 那到底对台湾的人的口味 适不适应 我觉得就很难了 就是说他们如果真的 要进军台湾的话 台湾人的就是那种胃口 那种口味 那种煤煤 可能前面一下子因为热潮 大家可能会去吃个一个月 两个月 你吃过全聚得美 或者你去吃过什么菜 两个月三个月之后 大家就觉得那个太辣了 这个味道不好了 这个味道怪怪的 所以你是不是要在地化 其实有的时候是很难 所以在台湾的中国菜 其实现在如果跟在中国的 中国菜这样子比较起来 其实是有差 这个问强哥他最准了 因为早期其实大家觉得说 台湾川菜曾经流行过 好一阵子在台湾上的市场上 算是显学 但其实我们自己知道说 台湾的川菜是台湾川菜 他跟道地的川菜是不同的 不是纯川菜 一直到强哥出来之后 我们才知道原来 大陆上的川菜是另外一个样子 强哥来跟我们讲一下吧 到底差别在哪 在台湾他川菜 像恩文讲的一样 以前他们叫台川 台式的川菜 那现在我们去学 引进台湾的叫正 正统的 正统的四川菜 那完全是靠花椒辣椒 下去这些好一点的食材 才有办法做出那种味道 像恩文写文章写那么好 他国文造诣不好 他决定 你香料又不对 食材又不对 就都不行了 甚至你看最近这几年 连上海菜都开始分 本帮菜跟海派菜 那川菜还分新派川菜 老派川菜 所以其实 差很多了 差很多 那是目前的就是说 如果说像那个 中国的这些饮食特色 以前他们大概有一些的分类 就是好像说 不管是香菜 或者是那个安徽的那些菜 或者说所谓的江苏菜 那其实在中国的饮食特色部分 在过去其实说 内蒙古那一带 就是菜比较咸 说北咸 因为蔬菜比较少 用腌制的可以放久一点 那南田呢 就像浙江菜 广东菜 就是比较甜一点 有人说这是因为 跟这个地域有关系 他们那边比较有甘蔗 天气热 那需要补充一点甜 来补充一点体力 那东辣就是湖南 湖北 江西 贵州 东北啊 这个部分呢 因为说那些地方 有些像东北比较冷 那吃辣的话 大概就是比较可以 让这个 就是让自己可以 不要那么冷啊 那同时有些地方 是太湿了 用那个吃辣药去湿 那另外有些西酸 就是三溪最有名 那因为据说是黄土高原 所以那个地方 盖子比较多 要他们在流行七点酸 七点酸是中和一下 所以您那个 问你来看 是不是也真的就是 有做这样的分布 就是刚才老师也提到说 我们都以为说 中国大陆 叫做中国大陆 其实就口味 跟物产 跟民俗风情 其实南北的差异 非常大 你说在台北 跟屏东的口味 真的差多少吗 跟台中台南 有差多少 其实没有差很多 台式的菜 没有差太多 可是在中国大陆真的就是你过一条河 越一个山 换一个语言 其实那个口味差很多 就像很多卖方便面的 它不能够一个口味 卖全中国大陆 它可能同样是 所谓的 我们讲泡面 就是一个辣味牛肉面 好了 它可能在北中南东 都有四种口味的 这个泡面它在卖 大辣中辣 小辣不辣 还有酸辣麻辣 很多种辣的 对啊 所以其实像在这个部分 这个原种 我们来看 就是以你来看 就是说如果说 这些中国的餐饮 连锁店 他们想要进军台湾的话 他们其实 真的要注意什么 真的还有 当然也有人在问 他们真的是要来台湾 开业吗 就像我们刚才提的 这个台湾的市场 跟他们相比 老实说没有很大 那他们要来台湾做什么 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其实他们来到台湾 重点不是在占有这个市场 这对他们原来是 太小太小的市场 那他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 第一个 他们要把旗插到台湾来 在他们的版图上 就已经占有 这是第一个 政治的意图上 那不是经济意图 那第二个呢 为什么这些品牌店 来到台湾 过去都不太成功 因为这些都是 公款吃喝的习惯 在台湾没有公款吃喝 第二个面子主义 因为台湾你去吃 不是重视面子 但是大家觉得 全聚的就是面子 就是公款吃喝 好 那么所以最终 回归到本职 台湾是一个什么 融缩版的一个什么 一个中国的一个什么 饮食的文化 所以台湾认了一个餐厅 像咖啡 他把各种综合起来 结果就赢过别人 台湾善于综合 整合 那么大陆是善于区域性的 那么你区域性来到台湾 要成功的几率 我个人认为比较小 你可以回归到台湾的一些饮食业 早期去上海去哪里 到基本上上雨而归 一直到这几年才成功 同样的道理 大陆企业来到台湾 不可能比我们更厉害 一样要经过三到五年 才能够摸索出来 那口味 其实两岸的口味 应该是差不了多少 但是你要修正成 适合台湾的那种 甜啊 蛋啊 清淡啊 就是差那一点点 可能就差很多了 那再一个是什么 定位 分为厨师跟行销 所以有人说 他们其实要来学 我们的管理是吗 基本上学管理的话 大陆是粗放型的管理 台湾是细 那你就会有什么 看的 我想